星期五,我是何志偉,好聚会 大家朋友,你最近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 你花了多少钱呢? 有人现在在在贤工 其实出国比在台湾旅行还要便宜 再说一次 你在台湾出国比出国要贵 好,讲到出国或者是去旅行 一想到就是 我的户头还有没有钱? 我的时间够不够? 很多人都拉个大事 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的在地好伙伴 我们要访问的是谁呢? 就是雷娜,赖雷娜 这个名字真的太帅气了 哈喽雷娜 哈喽 嗨,你是梦想骑士计划的发起人 是的 什么是梦想骑士啊? 你们要骑马还是要骑海豚 梦想骑士是希望让每一个人 可以成为自己生命当中捍卫梦想的骑士 所以叫做梦想骑士 骑士 我们的成员都无法使用金钱 什么意思?无法使用金钱 对,就是因为金钱只是一种货币 而我们常常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忽略了自己为什么要赚钱这件事情 忽略了自己的生命意义跟价值 所以希望这群年轻人可以在这个旅团过程当中找好自己的生命价值跟意义 哈喽 你带了多少年轻人出去过 等一下,有些45岁还说自己是年轻人 你们年轻人是几岁到几岁 我们主要陪伴的年轻人是16岁到25岁 失青跟迷惘困顿的青年 那你们总共带过多少孩子出去旅行过了 去探索自己,去找到自己 21个 21个 就是做国外体验的部分 做国外体验,那国内呢? 国内目前总共有9个梯队 但我没有实际算过大概多少人 对 因为有些人就是跟他流水席赶快进进出出 可是我很好奇 你说你们出国旅行 你号召这个林园旅行 就是说你出国的时候不能赢到钱 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有点怪怪的 就是你出国吃要钱 你连睡在路边被开罚单 还是要付钱 然后你洗澡 然后甚至是进去的一个公园 或者是游乐园 那个都要钱 不用钱的旅行 到底他的奥义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我想这并非是不用钱免费的一种旅行方式 而是借用社会成本来做这样的挑战 在我们现在的华人文化里面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真的 很多人住在这个我隔壁 我没有实施 然后甚至是隔壁在什么摔玻璃啊 然后后空翻 他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怎么会这么疏离 我想也是因为咨询发达的关系 让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便利 跟快速的情况之下 大家忽略了那种真诚的交流 所以也透过这个挑战 让人跟人之间可以充实信任感 所以我们并非是白吃白住 而是所有的参与的学生成员 都必须要想办法跟别人交换 想办法来跟人家交换 这个对我来讲有点模糊哦 可以跟我讲一下怎么交换 我想很多 像是那个小鲜肉换一碗小笼包吗 像我就是小鲜肉 我就会 为什么你的眼神觉得我很白吃 是这样吗 我想很多年轻人其实没有 还没有挖掘自己的专场 对 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找寻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那大部分的学生 几乎都是没有想要白白的 得到这些帮助 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去想 我们可以用唱歌回馈 我们可以用拥抱回馈 我们可以用倾听 我们可以用画画 我们可以帮忙店家 可能他有孙子 我们帮忙带小孩陪小孩玩 那有些人曾经有学过美容美法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 很害怕走这条路 所以再一次重新实习剪刀 帮人家剪头发 这也是一种 对 所以自己的专场 自己的才能 然后来跟人家做交换 是的 那这些才能也许是技术性的 它不见得是一个物品这样子 确实是 哇 等一下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生 A爆上 明来 我是韦杰 韦杰 韦杰你的专场是什么 我的专场吗 就是倾听跟陪伴 还有呢 其实我就是比较会的才艺并没有太多 但是就是可以很容易跟人去亲近 也可以很容易跟人建立关系交流 可是我告诉你好不好 你有一个另外一个专场叫做 迷死人不长命的笑容 谢谢 好 那我还要问一下我们的雷娜 你的专场是什么呢 我的专场是可以在十分钟之内 大概知道对方的性格 真的哦 我们现在是五分钟 十分钟说要问一下 等一下哦 那你们用这些专场去做交换 可是重点是 你在台湾呢 怎么交换换到一张机票呢 换到饭店呢 有 有很多学生会 自己的梦想的旅程 从台湾开始 他可能没有这个机票钱可以前往 所以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 我们曾经有学生是告诉自己的朋友说 我很想要走这一趟路 那我的丛林开始在台湾 所以我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 透过影像的记录回来 再做故事分享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人会就是回来之后 在洗成在当地拍的明信片 送给这些愿意支柱自己前往的朋友或家人 你刚刚有讲到说帮孩子去发掘他的兴趣 或者是帮这些青少年去发掘他的专场 中间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故事啊 你刚刚说连陪伴也可以变成一个专场 这个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下 我想因为我自己是念社工的 其实在从事社工之前我没有晓得原来有资商师这个工作 资商师 就是说跟你开工那样就对了 对啊就是要用心开工 你台语不错哦 现在他台语说我不肯听 来继续 继续 还要听人讲话 知道人在想什么 还要 开导 好 回来华语模式一组可以不要紧 对就是够爱开导把人 这是一种专业 这也是一种技术需要一直一直练习的 对 那你刚刚说开发了小孩子的这些兴趣 你说你的专场是十分钟之内可以发现人的个性 所以你感觉的小孩子在接受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挺听 然后并且用他们自己的专场去做交换 而且来到一个临缘旅行 那这些孩子 你说真的啊 很多人可能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几岁 说真的哦 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跟不要什么 是 那他们那么年轻 你怎么 如何知道说 或者是协助他去找到自己要什么 跟不要什么 我想在我自己的学习经验里面 有一些很棒的老师引导我去从行为上 看见这个人的需要 那有些人会透过他的展现让我看见 有没有一些故事 比方说最近有一个学生 非常非常的喜欢画画 可是总会认为自己的画画 可能未来要成为一份工作 当一个快饿死的画家 对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在这一趟过程当中 让这个学生尽情的展现 用画画的方式回馈店家 对 然后透过每一天 我们都会有团队分享时间 分享今天的看见跟收获 那成员们就会互相的鼓励 而这个学生也透过其他伙伴的鼓励 来再一次肯定自己的这个常才 还有呢 你刚刚说有一个美容美发 他是男生女生 是女性 女生哦 漂亮漂亮 那个韦杰 还蛮漂亮的 你有让他剪过头发吗 有剪过 好不好看 还蛮喜欢的 很喜欢 可是问题是 他自己学的这个 为什么甚至怕到自己连剪刀都不敢拿起来帮人家剪 没有到很害怕剪头发 而是会认为自己还想要很多东西 呃这个这个技能好像对于家里 家里并没有这么赞同 对 所以他就觉得可能一度要放弃这样子 后来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跟人再更多交流 所以现在他在澳洲打工 对然后剪刀成为其中一种交换继续打工的方式 继续打工继续旅行 继续找到自己 呃他现在已经找到很棒的另外一半了 所以现在在讨论 所以找到自己还找到另外一半哦 确实是 漂亮哦 好 还有一个东西你说 连陪伴跟请听 刚刚你有说资商师都是一个专业 怎么透过陪伴请听换得一个零元的旅行呢 我想可能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对于资商辅导没有这么普遍 是因为大家都会认为有病才要去对话 不是啊 等一下你打开电视从什么第几台到第几台 然后我们的广播节目随便按那个自动收屏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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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在讲话 那就是沟通啊 有时候听人家讲话是自己跟自己内部在做沟通 听广播的时候自己会echo到自己 会是反射到自己经历过的人事物 还有留下的感觉 也许是伤痕 也许是一个开心的印记 那个不是有病啦 就华人社会这个概念不对 对不起 我已经回来回来 我讲了来宾的时间 来请继续 我想你讲的非常非常好 这也是我也想要肯定听众的部分 因为听众也是单向的交流 所以听了我们讲很多话会自己沉淀 所以其实我们是在被陪伴的 我们是被陪伴 对啊 因为我们有听众 因为一鞠躬 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 真的有鞠躬我有看到 有有有 而且等一下90度好了 这样不太诚意 好90度跟大家来鞠躬 等一下你怎么透过 真的有鞠躬 是的 而且我膝盖没有弯 是的 等一下你们怎么透过陪伴来到这个灵源旅行 是我在想陪伴他其实是一个还蛮抽象的形容词 就我自己而言 我去找智商师一个小时也要1600 哦你有找过智商师哦 还蛮还蛮普遍的 你用1600好了 变了 你要找我啦 哇 一百六就好了 我想那个差异在于 智商师有一个受训的过程当中 是尽量的避免打断对方说话 好啊 哈哈 还要呛我 有没有 是的 我想也是 然后透过 透过对方的分享里面 去挖掘到对方 现在真的 真正困扰自己的是什么 然后跟对方一起找出解决的办法 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几乎都是被安慰 没事啦 过了就好 是一种缺乏同理性的陪伴 所以像我自己也是一样 在陪伴人的时候 也需要去上很多的课程 来累积自己 怎么样好好听出一段话的重点 而发现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倾听跟陪伴是非常非常价值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陪伴啊 跟倾听是一个很高贵的行为 因为在 假设说他是一个小时 你要放弃所有的自己 全面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事情 去听事情 去替他想事情 其实我的工作也是像资商一样 每天每天每天都是这样 等一下 所以现在他才会一直要讲话 是是是 一定要喝 我可以连续讲三个小时不用喝水 这是我的最高纪录 哇好厉害啊 你看我现在多高兴啊 这么很好哄 来 可是我的问题是 你还没跟我讲啊 你跳过倾听或者是陪伴 换到免费旅行 这怎么办到的 我想这并非是免费的旅行 而是一种交换 所以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 所以像我自己的常才就是 会发现很多的人 因为工作忙碌从来没有被好好的陪伴过 所以对我而言 我的交换就是倾听 而让对方看见自己的常处跟优点 肯定对方 所以人家就愿意感谢你 然后也 你帮他完成他人生的一个缺憾 或者他自己没有看到的 或者是带到他自己走到应该走的路 那他也愿意用交换的方式 因为你的倾听 你的陪伴的资商 帮你完成你的旅程 我想他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是我们带领的青年 是做这件事情 但通常愿意跟我们交换的 比较是一种 就是期待自己未来的孩子 也在旅途过程当中 想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有人也愿意交换 伸出援手 就像我们以前农业社会一样 我家有牛 你家有种青菜 然后你想吃肉 不是我想吃菜 那我也没办法种 所以我们用交换的方式 然后我家要嫁女儿的时候 没有可能经费没有这么的足够 可以去请人来帮我板斗 所以你出能力来协助我 所以当你想要嫁女儿或娶媳妇的时候 我们也过去帮忙 就是一种互助的概念 只是时间的先后顺序差异而已 了解 台湾边我们音乐广告马上回来 我们访问的是赖雷娜 她是梦想骑士计划的发起人 她呢在台湾首创这个陵远旅行 然后长征到很多的国家 最远到西藏 等一下来分享她的有趣的惊险之旅 其实台湾跟其他国家比较 台湾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那你第一次的陵远旅行 你是一个人出去哦 是 第一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在民国99年 99月9号的时候 9999纯金这样子 对 很纯洁 到早9点的时候出门 为什么啊 希望这个精神跟这个意义 可以高高高高涌流传 我是认真的 是认真的 当初在想的时候 对 就有这个用意 那么请问一下 你第一次一个人出去陵远旅行 有跟家人朋友讲过吗 因为我来自一个 没有父母亲教育的环境里面 然后父母亲现在也失踪 所以我有跟自己的朋友分享过 对 你的父母亲还是在 从小就失踪吗 还是 父母亲离异 然后我跟妈妈住了一段时间 妈妈后来也失踪 到几岁的时候 到十四岁 所以对妈妈还是有回忆的 对妈妈有回忆 对爸爸也有 对也有 然后后来就 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 现在爸爸妈妈的户口是在区公所 然后区公所也会打电话来问说 我是否晓得就是爸爸妈妈在哪 这样子 那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会失踪吗 因为我爸爸 跟我妈妈未婚怀孕 然后我妈妈就是非常的爱我爸爸 所以就生下了我 但我爸爸并没有这么想要结婚 对但也因为想要让我 这个孩子可以抱户口 所以就结了婚了 对 那我爸爸一直就是 没有办法在情感上定下来 所以持续的外遇 可是这样子的你长大过来之后 你会觉得你会不信任人吗 还是 我想对人是非常非常的 我想一下那要怎么讲不信任人吗 恐惧 恐惧 对男性 你会怕男生 你会怕男性 怕男性 怕男性 而且我的生活周遭都是告诉我说 女朋友跟老婆是 两个人 女朋友跟老婆是两个人 对 所以我的长相比较像是女朋友型的 所以我要有支持 长得很漂亮啊 谢谢你的夸奖 讲的算还蛮清秀的 所以大家都会告诉我说 我如果要交男朋友 我一定要有心理预备 就是我的男朋友一定会劈腿 然后如果要进入婚姻的话 一定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男人一定会偷吃 这是我的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一直被灌输这个概念 确实是的 因为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 也是这样子交往的 所以你也在 这样子的旅程 就是梦想歧视计划 也希望去弥补那一块对人的不信任 确实是的 你自己确认一下 你在2012年 从2010的99999 开始出门去旅行的时候 当时候第一个晚上 那个心境是如何啊 心境是非常的恐惧 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每一次要带学生去挑战的时候 还是会很害怕 就是 是否真的晚上没有人开门 可是到 对啊 你们每个 一直在 你们有没有 熊熊就睡在路边过了 从 有没有过 2010年 有或没有一个 大人就好 你不用拖那么长 一个 一次 但是那边 晚上会不会下大雷雨 没有 没有 还不够惨 是 你 等一下我再笑 不好意思 那那个晚上有没有很惨啊 对我而言没有 那其他的学员呢 其他的学员 你怎么 人家出去了 没地方睡 我想那个差异在于 睡在路上吗 不能睡马路吗 不能睡警察 后来怎么办 我们睡在停车场 停车场 但是那个停车场来自于 因为很多人想要帮我们 但是因为家里太小了 我们在新加坡 然后土地非常非常的贵 很多人没有办法 就是买得起大房子 对所以 很多人都会拿宵夜给我们吃 那他家里真的没有办法住 所以你们就在 那个停车场 开了派对这样 有食物啊 在停车场之前就把食物吃完 因为太饿了 对 对 所以就吃了小笼包啦 然后一个两罐可乐 九个人分享这样子 小笼包跟可乐 然后就 很幸福耶 很少耶 像我食料那么大 怎么办 我啊 其实常常会把我隔食物 一起吃完 好了 是 等一下 你们在西藏怎么办呢 你们还跑去西藏过 你在2012年 你带了三个那个青年 然后去西藏对不对 去西藏是12个年轻人 12个年轻人 对不起 对 2012 12个人在西藏 是 等一下 啊西藏没有办法向新加坡台湾 那么多门给你敲耶 你要敲完这个门 要到下一个门 可能要走路两三个小时以上 还走不到耶 不一定 啊怎么办 我想你想象当中的西藏 就是你长样子 那我们是从云南的丽江出发 到西藏边境 嗯 一个村跟一个村落 大概三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这个村落大概20个 到30个人的家可以敲门 所以在西藏有没有睡到路边或停车场 这种情况之下 啊 学生来报名的 嗯 对 然后有一半的人是非常非常赞同的 嗯 嗯 对 那 其实我们如果做国外挑战的梯队的话 都会有紧急的联络人 嗯 以防可能学生在途中遇到危险的时候 需要紧急送医 有人协助 嗯 对 那在台湾的部分 因为有一些家长会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来锻炼锻炼 磨炼磨炼 嗯 所以就很愿意放手 来让我们陪伴 嗯 所以在台湾基本上从来没有过露宿街头的经验 你可以讲一下那个那一段从 呃 云南到 丽江到西藏那一段的故事吗 或者说他的你的经历啊 对这一段真的蛮有兴趣的 我想韦杰是过去参与西藏的伙伴 嗯 来说会更贴近大家的需要 自己去西藏那年是第一次出国 然后讲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我在途中也有受过伤 是怎么受伤 扭道 我们一起伙伴们一起挑战要进到西藏的第一个 茶哨站 对 然后我们坐公车进去 到一个一边是山壁 第一边是滥沧江的地方下车 然后再继续前进 结果因为太兴奋了 终于进来了 于是 我就在那个下公车阶梯的时候 就整个大扭道 大扭道 没有办法再继续走路 有中起来吗 有 当下就是有中起来 后来就是没有 没办法走路耶 而且西藏那边交通很不方便啊 是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必须停下来 拦便车再前进 然后 是我的伙伴背着我走 然后我们那时候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遇到一个大哥 原本就是 原本只是要让我们搭车 然后送到村子里去 但看到我受伤 跟我们彼此在做一个临缘旅行这样的挑战 因为我们在车上就有分享 开始聊天这样 对开始去跟接待我们的人互动 然后那个大哥听了我们的故事 一群台湾人 就是飞来中国这边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挑战 还不能花钱 那现在又有人受伤了 于是大哥就决定在开车的时候就说不然这样吧 就到我家去住吧 对当下心情是非常感动的 会耶就是我已经都受伤了 然后你不仅仅在我 你愿意给我更多 那个其实我相信那个到现在心里面还是很激动很感动的 对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就算就是没有使用货币跟金钱 可是只要很愿意的去用心去交流跟互动 那个得到的心里的满足感是很大的 那你们现在你有跟那个大叔 还有在跟他联系吗 有没有写信给他 目前没有联系得上 没有联系得上 他连地址也没有吗 他有没有地址 当时候 就是我们在事后 就是在感谢他这样子 我们想要感谢的时候 就是在当下好好的感谢 因为没有晓得就是在 我们都回来台湾之后 未来有没有机会联络 或者是在鉴上一面 都是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把我们今天的录音档 烧成一个CD你可以寄给他 真的真的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真的很谢谢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 你们这样子的旅行 其实真的很有意义 其实我节目的一开始 一直在强调林源旅行 其实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林源旅行 我觉得是人生的大丰收的路程 因为一路上会遇到很多人 很掏心掏肺 完全的奉献给你 然后你们也给他带来人生的另外一个超亮的 一个火光 一个插曲这样子 那林啊 听说你们正在规划一个更恐怖的林源旅行 从吉尔吉斯一直到德国要横跨欧陆20个国家 这真的还假的 是 明年的3月1号出发 明年的3月1号出发 你们要把金钱甚至语言都抽离掉 是为什么啊 语言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都会跟我们分享 那是因为我们还可以沟通跟交流 然后台湾大陆或者是新马地区 生活经济算还蛮充足的 所以如果我们去到更贫穷的地方 或者是语言更无法沟通的地方 那我们根本无法做这件事情 无法激励别人 你连讲话都可能沟通 因为欧陆国家语言真的太多了 你要怎么混用 我还记得以前有个长辈告诉我 说最简单的语言是微笑 对 而我们想要证实这个微笑的沟通 还存在着在很多的地方 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个微笑 发挥互助的精神 所以像我们过去挑战回来之后 遇到其他国家的人 纵使讲日文的我也没办法讲日文 但是我也可以就是好好的用肢体语言 去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对 而我们也希望到其他的国家 带来这样的冲击 而唤起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 所以你的立志就是要做成 做一名 所以你立志就是要做一个 助人的工作者 是 哇哦 我们访问到的是梦想启示计划的发起人 赖雷娜 还有他的好伙伴叫做曾伟杰 他们临远旅行 听起来 我刚刚一直着重在 哦就是钱就是钱就是钱 其实除了钱以外 真的有带托东西 更有意义 而且值得我们自己去探索 找到自己 也帮助别人找到 他们应该走的旅程 那今天呢 呃你们有没有什么 等一下 你们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 结论想要再下的 我可以请你下个结论好不好 还是你觉得差不多了 韦杰想下什么结论呢 目前 韦杰 要不要要不要跟 所有帮过女人说一句话 嗯 可以踏上就是这样的旅程 然后让我到现在找到自己 并且走在一条未来想要前进的方向上 真的是因为有太多的感动 在这条路上发生了 嗯 而我只希望可以把这些感动 呃好好的再继续延续下去 回馈给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感到的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像 也许很多负面的能量一直累积 可是在过程当中 我也搜集了很多很多 非常感人的那个精髓在 那个真的 那个能量是会在的哦 那么 台队朋友再次感谢 我们今天呢 访问的雷娜 她是这个 办理零元旅行活动 带领青年在逆境成长的发起人 台队朋友感谢你 谢谢下礼拜见咯 OK 拜拜 拜拜 哎 魏杰 像你们这样子出去旅行的时候 大家都睡在一起哦 对啊 啊 睡在一起 大家都是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 有时候难免那个思想啊 或行为比较冲动 会不会睡着睡着突然这样 大家又很平的突然叠在一起啊 目前还 目前没有过 目前没有叠在一起 我们也会就是在事前就是 呃因为大家彼此都会看到 呃彼此的优点 然后也很容易有吸引到彼此的地方 啊怎么办 那很危险耶 可是我们这趟旅程就是 都是年轻人耶 哎呦 哈哈哈哈 我们这趟旅程就是一起来 就是做这样的挑战 对 那也许可能有一些 呃情感发生或者是什么 就很固力 有吗有发生过吗 目前在我身上是没有 情感发生而已 不是叠在一起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但就是鼓励大家就是 呃可以一起在这趟挑战中 就是好好的学习 然后可以在之后回到生活当中 如果有想要再延续关系的话 就可以在挑战之后 嗯哼再继续 所以你们在整个旅程当中 会去有行前教育吗 或者是说过程当中 纪律其实很重要 就是在崩尾程度旅行的时候 特别是这种灵源旅行 他有某种精神层面跟学习的概念在的时候 其实你们的行前教育会包含哪些啊 呃我们有分三个阶段的行前训练 然后主要会上的一些课程就是 呃有就是比方说用 我们有上的课程是用画画 嗯就是来如何用画画这件事情来 嗯表示自己的状态 嗯然后也有上一些伙伴们之间培养默契的课程 嗯还有上音乐课 嗯对所以有画画有音乐还有默契养成 嗯还有律动的课程 律动课程 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规则就是有说一些必要要遵守的事情 不可以叠在一起睡觉就睡觉 我想我想是等一下啊 如果他们硬是要叠在一起怎么阻拦他们 我想大概只有你会做这种事吧 哈什么什么什么 目前没有没有这个经验过 记得拿面火器喷下去就好 是OK好这个是这个蛮有趣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嗯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目前没有 故事刚刚故事有了吗 故事故事有了OK好 然后第一趴我们第一我们第一个数分然后让他讲 你等一下直接讲吧 嗯OK好 那个传统吗 OK 嘿嘿嘿嘿 我想年轻人听到说哇一起出去旅行 光是一起骑摩托出去晃人晃去就很高兴了 那你们的孩子有没有特别的 就是说哪些人可以来哪些人不能来啊 目前我们服务的阶段 一般社会大众是16岁到35岁 对而且你说一定要是时轻啊或者说比较是真的吗 所以我比较健康相对比较健康的家庭是不可以参加的哦 我想要分两个族群就因为我是我们的工作团队都主要是社工的背景 所以我们服务的年龄层是16到25岁 然后针对国外挑战的梯队一定要是时轻或者是迷惘困顿的年轻人 但如果是一般在台湾的三天两夜 等一下出国的就是要是相对于是时轻的或者说正在找寻自己的孩子才可以跟着你们出国 对那在台湾不出国的就是16岁到35岁一般社会大众都可以参与 对那未来我们希望在2017年开办35岁到55岁的中年人 对的的因为其实陆陆续续很多大哥大姐们都告诉我说我是否被歧视了 我们无法带这些人出去但也想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我们的生命经验还没到这么丰富 可以陪伴年纪比较长的长辈们 所以我们也持续的在累积我们生命经验 所以也请大家多等待我们一下 你看35岁以上都很不开心哦 为什么不带我们出去玩 为什么不带我们出去玩 我还没35岁 嘿嘿 我只是帮人家讲而已 那怎么参加或是说怎么报名啊 是我们的每一年寒暑假都会有开办在台湾的三天两夜的梯队 路线有从台北到宜兰还有台北到新竹 也是一样是临缘旅行 对 用走的 用走的加搭便车的方式到达目的地 哇那怎么报名啊 怎么报名啊 我们在脸书上面有就是公告相关的报名资讯 脸书要找那个雷娜是不是 脸书上面可以打梦想骑士 梦想骑士 对 OK 所以在上面跟你们留言你们都会回哦 对 真的吗 会不会已读不回 都会已读三天内回 哈哈哈哈 OK好 补进去了